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國好聲音4 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是畫在床上 怎麼樣找到一張適合你的好床 我們直接帶你到工廠去看 號稱翻身不會吵到伴侶的 獨立桶床墊 製造過程滿是學問 從鋼圈壓縮成彈簧 裝進不織布 連結成一整張床 還得在實驗室經過精品般的研究測試 每一張新床在上市之前 都要經過好幾道的測試手續 包含了這種滾筒式的測試 模擬108公斤的人 在上頭滾動10萬次 等於這張床可以使用10年 而同樣的壓力測試也是一樣 好像是小朋友在上頭跳一樣 一分鐘可以跳150次 同樣他也可以使用10年上的考驗 日本消費者對品質的要求很挑剔 連床墊的舒適層只有一點點挑花 就要整張送進補修機 每一個花樣我們都要去檢查 現在這個女孩子就是在檢查 每一個花樣 我們一天檢查五六百張 就有上萬個花樣 我們都要一個一個去檢查 平均一張床檢查100次以上 算算評管人員一天要看上萬個花形 眼力不好還不行 而亞洲氣候潮濕 最新科技的床墊也加入特殊纖維 自行呼吸調節濕度 人在睡眠中一個晚上翻身五六十次 正確的做法應該兩到三個月就要翻床一次 因為一張床墊躺下去 最主要就是讓你的支撐性夠 所以你的肌肉可以放鬆 一個床墊的好壞 支撐度是應該是最功能式的一個考量 一個人長期睡眠不足 容易產生記憶力減退情緒不穩 排除睡眠障礙 先挑選一張適合自己的床墊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試躺十分鐘 如果翻身很辛苦 那麼這張床就跟他說拜拜吧 好